日本美食名文侠儿 光是京都和大阪 加起来就有11家米其林认证的三星集餐厅 大阪市更被称为天下的厨房 今年在美食之都大阪举办的G20高峰会 主办方日本精心准备美食佳肴 要让37国的元首对日本料理的美味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料理文明世界位在关西地区的大阪 更被封为天下的厨房 今年度的G20高峰会 在这里举办 餐点也成了备受瞩目的焦点 高峰会晚宴在6月28日展开 主题为李山 有美食与永续发展相融合的意思 并以关西地区天然食材为主体 像是用泉州的水茄子和淡露岛的鰻鱼 做成的汤品 选用兵库现产的神户牛肉 再用烤箱烘烤 成就一道充满竹炭香气的美味主菜 晚宴上的每一份餐点 都是精心调制 大大满足37国领导者的味蕾 除了会场内的精致料理 主办方日本也为各国代表团和媒体 在现场设立一个名为 Deep Kitchen的设施 一天有三个时段提供餐点 而且会现场进行烹饪 提供各式大阪美食 像是串榨 章鱼烧 和大阪烧 我真的很喜欢 我刚才吃了一口 我认为这是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但它真的很好 为期两天的G20高峰会 于6月29日落幕 会议桌外的美味料理 让各国元首与随行人员 都留下深刻印象